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传出有所谓的限制级的照片 张志豪曾经说这个是十几年前去参加朋友的庆生会 要违请律师来提告 可是我们看到赖清德的空战和陆战大将 怎么都接连爆出进出了不良场合呢 客人则就批评赖清德 口罩高端光电进口弹都有问题 而且很多还在台南 结果呢 当赖清德被女大生问说 民进党执政很多贪污的时候 赖清德还问人家有没有具体的事战 所以柯文哲就说了 这到底是在装可爱还是在装无辜呢 最近一连串爆出了很多非常粉红色 而且都是在深色场所的 很多进出活动的一个相片 那么呢 其中呢 很多不乏 像今天这个被爆料的 还有之前像郑文灿 被说是疑似郑文灿的 都说是年代久远 都说是超过十年 现在很多人都把超过十年的相片 珍藏下来 等着某一天派上用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爆料的邮志斌 那么他今天呢 又再度继林志豪 就是赖清德的陆战大将 组织部主任被爆之后 他立刻闪辞啊 现在又说发言人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赖清德陆战大将林正宏 遭报穿民进党制服 占酒店后 空战大将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被爆出疑似上酒店的极乐照 这件照片场景灯光昏暗 张志豪左右各做一位 穿着气囊的辣妹 疑似饮酒作乐 跟平常火力强大攻击 在野党判若两人 你穿着西装笔挺 你的手放在哪里 左边一个爆乳辣妹 右边一个爆乳辣妹 还有限制级的 看你张志豪 敢不敢出来面对 喝花酒的钱 从哪里来 一个月薪水九万块 你是用你的薪水吗 是不是厂商出的 报道人游志斌说 张志豪在党中央担任 药职期间喝花酒 更预告自己手上 还有更多核弹及裸露照 甚至控诉张志豪 试图用这种方式 要他别爆料 昨天半夜居然去找我的张角 居然去找我的支持者 要给我钱 叫我不要爆料 张志豪 你错了说清楚 外清德所统治的团队 就是可以用钱收买一切 有没有用微信 对我皮油轰炸 民进党你钱太多吗 你收买我的钱 是不是拿国家的钱 这张照片 与我现在的体态 已经完全不同 十多年前 未婚 而且在朋友的庆生会上 在场的女性也是朋友 邀约的朋友之一 本人只是谁 人事实蒂物 说是谁 要压这一条新闻 张志豪驳斥 爆料完全不是事实 更喊要提告 但游志兵更加码 连林正宏在组织部的下属 以及社运部人员 也都是酒店常客 从这门灿被爆接受 赌博大亨的澳门招待 到民进党立委 跟干部的桃色风暴 外界讽刺 难道民进党变成桃花党 民进党最近的桃色新闻 多多开了 看起来就变成 外面所讥笑的 所谓的是桃花党 民进党要很严肃 正面的对待这个事情 桃花党 一束桃花千朵红 赖清德主席 总统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 有人来帮他做法 可以党党桃花 下从党工上到阁员 民进党桃色风暴一波波 也让外界好奇 难道这才是真正的民进党 这难道才是真正的民进党吗 绿色下面藏的 其实通通都是桃色吗 好啦 所以呢 这个爆料的游志斌就提出质疑说 请问张志豪 这就是他所提出来的相片里面的张志豪 那刚刚大家也看到张志豪说 你看里面跟我现在体态差很多 年纪也差很多啊 然后呢 游志斌就请问他说 请问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合 这个地点是哪里 是不是KTV酒店呢 好 那去了这个地方 有没有女陪室呢 是不是有粉味的 还有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喝花酒的场合呢 那如果是喝花酒的场合的话 那就索费不资咯 应该很昂贵 不是一个小党工可以消费得起的 那么这个钱又是谁花的呢 是用薪水呢 还是有人招待 是厂商 是酒店 还是党部呢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被提出来了一连串的 非常严厉的质疑 那么当事人张志豪 现在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他就指使 他就解释了 他说 所指控的内容都不是事实 这个相片里面是他 没有错 但是是十多年前 当时他还未婚 所以请注意 是十多年前 不是现在 当时他还未婚 意思又说 就算有什么样的行动 那也没有不伦的意思 那他说呢 这是什么场合 是朋友庆生的聚会 那么在场的女性 并不是陪酒 是朋友的朋友 好 然后所以呢 他说 他也撂下话来 呛瞎说 反呛说 只要举得出 本人有欲举行为 我立刻请思 没有的话 请你退选 好 那我们看到 张志豪的太太 妻子也出来力挺张志豪 他说 他相信他 他的行程 见面的对象 我都一清二楚 请你不要利用 别人老婆的眼泪 来帮自己选举 这样很下流 请爆料者 要给出 更劲爆 不堪入目的照片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在怕 如果你厉害的话 你就提出来 类似像赵天霖这种相片 对不对 或类似像林志豪这种相片 那就一招毕命嘛 提出来 否则的话 过多的影射都涉及毁谤 所以要什么样的照片呢 就是类似像我们这边看到的 这就是赵天霖的照片 林志豪的照片 这个是疑似这个郑文灿的照片 好 那么赖清德一连串的这个桃花炮被轰的 真的已经是头晕脑胀 无法回答 柯文哲继续批赖清德说 民进党太多贪污了啦 赖清德哪里会记得清楚呢 所以不面对还装可爱 才是你的反应 才是让所有年轻人跟选民很倒谈的啦 因为好 今天一个党执政久了 腐败贪污 就算在所难免 你作为这个党内的一份子 你是同流合污呢 餐一咖呢 还是呢 你是根本视而不见呢 假装不知道呢 还是你是党内的清流 出来要求改革 划清界限 让党不要沦落呢 你的不同的反应跟位置 都会影响选民对你的态度 事实上台湾选民的包容度 是很大很大的 并不会因为你一次的犯错 就把你判死刑 但是如果你的态度是不肯面对 还要四处回避 甚至搞不好是包庇跟共同的 一起同流合污 贪污犯罪的话 那么选民就不会原谅你 面对爆料 张志豪表示 当时他自己只是一个小党工 而且呢 他的太太还直接要求 这个爆料者 吹哨者说 你有本事就直接给出 更不堪入目的照片 拿出来看看啊 好 问题是 这照片就显示了 当天在场的人 除了张志豪本人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绿营党工干部 也都在场 然后呢 刚刚好就这么样的梅花座 每一个旁边都有女生 通通都是他们的朋友吗 为何民进党的党工 好像总是喜欢出入这种 会被人家误会的场合呢 好 十几年前 民进党还没有执政的时候 党工的薪水就这么高吗 那这些钱到底都是谁出的钱呢 汉庭你们看 书贞昌在疫情的时候说 台湾是举世滔滔的 幸福之地 蔡英文说 现在是台湾 近期二十年来最好的时候 大家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觉得民进党 是不是跟我们生活在平行世界 现在发现果然如此 就商家纷纷倒电 民进党平上酒店 人民的生活啊 夜晚难眠太苦了 辗转反侧 民进党却在酒店里面 缠绵翡翠 这就是民进党跟人民 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所以今天呢 不论是张志豪 他要去好好的解释 那到底十年前 这是正常的朋友聚会 还是他是有粉味 还是他背后的钱 从何而来 我们就很简单的 从过去被爆料的这些人 包含前一阵子 那个民进党的什么主任 甚至今天又被爆料出 有一大堆的党工 这些人他们不都是 集体坐火上酒店吗 有没有哪一个人在当中觉得 我们这样好像不太对 我们应该要谨慎一点 有没有哪一个人跳出来说不行 没有 那么当梁文杰跟郑文菜 一起去上酒店的时候 请问有没有哪一个人跳出来说 我们这样做不行 也没有 那当然啦 就是郑文菜进出房间不到三十分钟 可能是不行啦 所以总而言之 当赖清德告诉大家说 我们都是要高标准 高道德来严格要求自己党内的同志 可是我们看到了著名的三王一罗 外遇四人主 对吧 就王世坚很专情的外遇同一个人 王八千很专情的 就只搞他的房东 那再来呢 王必胜 都已经有了私生子 再来罗智政 哇 甚至非常专情的跟助理一起上摩帖 这些人请问有退选吗 没有 赖清德还是一样继续为他们站台 所以民进党的这些人犯了任何的错 高官后路继续大吃大喝 但反观如果我们说在野党的人 出了哪一点事情呢 立刻就被打入十二不赦万丈深渊 所以就想问民进党 到底道德在哪里 标准在哪里 入党申请书在哪里 对吧 这个很多人呢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不是愤怒 而是羡慕 哇 加入民进党也太好了吧 哇 不仅是说可以出资一千元 就可以赚五十亿的鸡蛋费用 甚至还可能成为酒店的VIP 出了事情之后 党主席继续力挺 所以这个大家会觉得 民进党所谓的高道德 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啊 我们前面数了这么多人 到底有几位官员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酒味 你光谈到这些 你就觉得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酒味 民进党就是酒池肉林嘛 所以荒淫无道 酒色才气 就是民进党的最佳写照 当然我们要问了 第一个 那赖清德到底知不知情呢 如果说毫不知情 你们的党工 这么多人都上酒店 都有这个习惯 如果赖清德毫不知情 却一路重用 那就是昏君 没有世人之名嘛 那第二个 如果赖清德明明知情 却还一路重用了这些党工 那表示什么 表示民进党根本觉得花天酒地 是极其自然之事 所以也不会觉得它不正常 先前被爆料出来的党工啊 已经立刻辞职了 为什么 表明说有照片出来 对就这个 应该是一件不正确的事 那为什么不正确的事情 当初还要力挺它呢 那现在要止血 纯粹是因为选举到了 立刻的止血跟切割 所以问题来了 那如果没有选举的时候 你认为民进党还会在意这件事情吗 民进党还会切割吗 还会谴责吗 当然不会 就会继续的淫乱 并且胡作非为 所以民进党完全执政 完全贪腐 完全的奸淫嫖赌毒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被爆料出入酒店 她的太太跳出来 帮她澄清 我们看到先前 郑文燦被吹哨者指出 到澳门接受了 博弈大亨的招待 就算相关市政 都已经被法院认证过 但是郑文燦的太太 还是坚实她都清楚 郑文燦所有行程 更不用说赵典林出轨 大陆女子十年 妻子也出来帮她缓甲 怎么民进党的人 惹出了桃色风暴 好像都是太太出来 来帮忙护航吗 那么这些人 都是有政治权利的官员 但是却卷入了酒色财气 可以单纯当成是 他们的家庭问题而已吗 老百姓的权利 会不会在他们的 卑躬交错之间 一不小心就被出卖了呢 董哥怎么看 我们看这些情色 它其实有一个特色 就是都不是他们出钱 以他们的收入 他们又付不起 所以是被招待的 你知道郑文燦跟梁文杰 在香港被招待多少钱吗 42万多的港币 港币啊 那因为那时候 是我在主持一个节目 林瑞图他们就在 秋毅他们就在我节目上讲 那我就很担心来宾 到时候 你有时候讲得太过头 被告也麻烦了 所以下来我就问他说 这个要很确实 林瑞图说大了 没问题啦 这个我很熟的 我知道那些人都跟他说 那我说好好好 结果后来果然就告了嘛 那告了以后就要开始传 那传 林瑞图是讲什么 说你就接受台湾嘉义的一个博弈大恩 陈寅柱的招待 那陈寅柱为什么会有话题呢 因为马航九寻求连任的那一届 跟对手是蔡英文 他们指控马航九去收陈寅柱的钱 收善意 马航九去告 马航九告民进党中央 还有告民进党的中央的发言人 党部发言人就是梁文杰 那马航九告营 他们总共要赔120万 那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氛围 所以我就很担心 后来讲 讲了以后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心 我就也透过一些朋友去问 就是澳门然后哪里问 有没有这回事 很多人都会讲是真的这回事 那后来了解是怎样 梁文杰跟一个叫秦祥义的一个 一个大亨很熟啊 那他就带 带我们的唱歌就去了 那去的时候 因为 这个秦祥义是一个诈骗集团的 可是他装作很扩瘦 那大家不知道 他现在在坐牢 他坐牢的罪名是因为他犯诈期 那诈期是炸多少钱呢 136亿 所以现在在坐牢 拍十几年了 他们就是这个 那梁文杰跟郑文杰既我所知 那他们是不认识陈盈柱 但是又秦祥义说 这我我们自己自己那个台湾的大亨嘛 就是我会招待 所以后来这些人都被传到国内来作证 包括陈盈柱 那陈盈柱的 他那几个住所 就是帮忙接待的那些人 说有啊 我们有招待 你为什么要招待他 法官问啊 他说因为我们老板有交代啊 你们老板是谁 陈盈柱 后来传陈盈柱 陈盈柱说有啊 我想说台湾来的朋友嘛 就是 所以实际上多少钱 42万多啦 那这个就是变成坐实了 可是为什么要那么贵 那就是宁国村 昨天就在报 宁国村说 你这根本就是 那个女生 你就把他带去哪里 就讲的 那这一部分 当然因为周恩赛已经要提告了 到时候看宁国村 还会举出怎么样证据 因为他有去访问到 酒店里面的人 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一部分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现在讲 民进党这些情色 大家都不意外呢 因为赵天宁 还有今天张志豪又被报 那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中央党部很可怜 你知道吗 赖清泽在嫌疾 他根本平常不在 对不对 他前程跑 他党主席应该每天去党内 批一批公文开一看 没有 他交给喜利明 喜利明我看 他每次出来 感觉让身体很不好 那他里面 里面的人 你看 今年六月的密兔 密兔事件 他的傅秘书长 有一个 跑去选举 结果被人家讲包屁密兔 他就是林飞环 他走路了 另外一个身上来的 一个傅秘书长 叫喜嘉田 他包屁 他跟那个受害女生说 你在车上 你有什么不跳车 他在高速公路上 那个人在猥亵他 他怎么跳车 所以喜嘉田也辞职 那时候还有一个叫林南顾 他是组织部的副主任 他也是包屁密兔 会下台 现在组织部的主任 前几天才下台 叫林振宏 那现在又被报这个发言人 发言人就是新闻部 那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中央的人 都快因为这些情色事件 都下台光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游志斌还报导 他还公开指明 还有两个党工 而且他讲出这两个人的名字 所以我是有照片 我去求证了 那我不晓得民进党 民进党这是桃花枯里面 不晓得多少人会陷入其中 我觉得赖清德 一定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说 我在前线打仗 打得这么辛苦 每天要对那些人陪着笑脸 结果你们这些人爽歪歪 每天到那边去 对不对 到那些酒池肉林里面去 你们是看主 我会赢会 将来会重用你们吗 是不是 我觉得他一定心里很气 那如果你今天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会发现 其实情色在民进党 里面就是 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文化 国际民进党有某个主席 我跟立文跟他都很熟 很要 那老师也不用讲 他说没有上酒家的不是男人 对不对 那时候 大家听了 他也不和认 他这样讲 没有上酒家不是男人 那很多革命 时代的那些民进党的前辈 很多人的确是上酒家 那个年代比较 但是比较规矩 我老实讲比较规矩 没有像现在传出这些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因为他们标榜 自己是很青年 然后操守很好 然后每天 白天抗中保台 晚上酒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给人家那种反差很大 譬如说我们也知道 柯建明有小三 还生了一个私生女 可是柯建明对外面的形象 你讲他好像 大家觉得见怪不怪 因为你没有去标榜这一部分 那你柯智政去标榜这一部分 我是东吴大学教授 结果你跟你的女助理 刚我们听汉庭在讲 女助理这个也是被拍到 那这个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你的形象 肉差很大的话 就会受到外界的批评 而且甚至抵制 那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是很大的伤害 清德兄 你打仗那么辛苦 背后这些人 真的是 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但是对你来讲 都是你用的人 你是不是应该拿点办法 是不是要表个态 不过民进党频频爆出桃色风波 那么绿营一贯的做法就是撇清 然后喊告 过去民进党不是都标榜说 他们是清廉情这样爱乡土吗 怎么最近大家看到的照片 全都是爱粉味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因为施老师是老党外 所以以前党外的世事 真的有像这样 都是到酒店去瞧事情的吗 我先讲 刚才董哥在讲说 许主席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子 像在清朝或日本时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 酒家 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吃饭 然后就是吟诗开始写 比如说我曾子物要去 从陆港要去厦门 然后来台北 一定就是要招待他 那时候比较荒野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然我知道 我先讲一下 我不敢说我老党外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概也是大学生 然后跟屁股写一些东西 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我已经在外国念书了 不过我回来的时候 90年代 1990年代的时候 差不多留学生回来 都是在我们家开会的 然后开完会 炒完以后都 我太太在煮饭 然后开XO给大家吃 给大家喝 OK 好 那大概就这样 那后来呢 差不多在苏珍商当主席 我在智库当召集人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摄影界的远道而来 我们大概就是说 你也知道在野嘛 对不对 就只能请他路边摊 就是这样子而已 OK 话又说回来 就是除了酒家拿到市以外 一般来讲 我们大概会有几种对象 一个是比如说君主 像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你也知道 要跟着大人要去 你知道他们第二趟的时候 第三趟我不敢去 OK 第二趟一定要跟着去 小朋友你能怎么样 OK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敲事件 那真的是敲事件 那等一下再讲一下 就是要敲的 OK 逃价还价说 然后就是有些是老前辈 你知道那个老前辈 他们来台北的时候 是带着太太来的 那也没地方去 所以那个时候最安全 就是要找我太太一起陪 就没事 OK 或者是有时候是外国人要招待 你知道有些人对中山北路 是比我们更熟的 OK 有些美国的来的 我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有些地方饭店不能 你知道那个饭店很小 那咖啡厅有些几点以后 就开始关门的 你要去三温暖 裸臣相见 你知道男生 OK 所以你能不能讲什么 坦白讲 OK 所以有时候去皮安诺吧 或者是你会拜托妈妈上 帮你找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针孔处理掉了 那真的就要谈事情 比如说有些日本人是很闷的 你不喝酒 他不跟你谈事情的 喝了酒以后 他就来行 现在就讲一些大话 那个样子 我是觉得应该也还好 因为说我们真的是工作 你知道有时候真的过了门禁 我曾经被我老婆关在外面 就不让我进去就不进去 我这跟着老先生 我能怎么样 我身不由己 对不对 我不像他们现在年轻人 怎么是在享受 享受他的这个人生 你知道我是战战兢兢的 我在教书 我被抓到怎么办 都抱出去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妈妈想要拜托 你要处理好 等等这些东西 OK 那我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像这样子 我们即使去出国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 你知道我们出访以后 那一定会有类似的 这样的东西吗 你要自己要很小心 很小心 你不小心的时候 你包括你去盟帮 我们的好朋友 包括你知道 那出了事以后 以后会变成他的一个把柄 所以不是老共而已 国安外交的这些人 当然你也知道 像赵天宁 我在拆那些人 搞不好都有金火商 会保护他们 但是中央关头的时候 会想要控制他们 CIA等等 所以还是要小心 我在年轻人怎么 那么喜欢这一套 我是觉得很奇怪 我们是觉得 把它当做一个工作 给战战兢兢 他们教什么你知道吗 有情有义有分迷 爱用爱偷爱招 他们自己自我解嘲 因为有时候我会调侃他们 那他们就会自我解嘲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他已经变成一个比较 跟我们那个年代 比较不一样 那个年代还有一点风雅 不会动手动脚或怎么样 对 真的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那时候在跑记者 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场合 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你是接受厂商招待 这个是很多情况看了 所以我刚刚讲 他的那个收入跟他去游玩的 这些地方显然不成比例 那个收入不成比例 所以一定是被人家招待 人家招待你一定有他的目的 要请托你嘛 所以当中有很多黑金的文化 就会里面形成了 好 我们谢谢老师 带我们来了解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文化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